2018年11月3日 22岁全职国民服役人员刘凯 在热兰木莱军训区参加野外军训时 一辆Bionics步兵战车倒退撞上他驾驶的路虎军车 导致他不幸丧命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 事发前 因为路口有几辆参与军演的战车 Bionics便停了下来 跟在Bionics后面的路虎军车也随即停下 路虎军车内的训练员指示刘凯超越Bionics 刘凯向前行驶时忽然听见前方传来枪声 立即停下 根据委员会的调查 此时路虎军车与Bionics的距离只有19.8米 标准安全距离为30米 接着Bionics被躲避敌方枪火而展开撤退行动 原本不在军车轨道中的Bionics打直 方便倒退 Bionics倒退时 负责查看车后情况的士兵察觉撞车风险 便用车内通讯系统指示驾驶员停车 但不知何故 驾驶员没听到停车指令 继续倒车 训练员见状指示刘凯倒车 而刘凯也将路虎军车车档转换成倒车档 但未开始倒退 Bionics倒车后8秒就撞上路虎军车 碾压驾驶员车座 坐在旁边的训练员成功逃脱 被困在车内的刘凯最终伤重身亡 有鉴于这起事故 国防部宣布为Bionics战车做两项提升工程 第一 Bionics战车原本只有指挥官位置设有紧急喇叭按钮 如今后座舱增设两个相同按钮 让后座士兵察觉状况时 能轻易启动警报让驾驶员刹车 这项措施已从2018年11月开始实行 第二 在Bionics后侧安装摄像系统 让后侧影像实时显示在驾驶屏幕 让驾驶员更清楚车后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